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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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现在这个车装了好多人 看看 这后面就是坐车的地方 这个地方可以坐车出去 它也是炒谷条 它喷好几种的 看看这海滩 漂亮吧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还在甲米小镇 今天我要去澳南海滩了 澳南海滩是甲米地区 最著名的一个海滩 非常有人气 大多数人来甲米旅游的话 都会选择去澳南海滩 所以今天我就要准备去澳南海滩了 今天大家要来看一下 从甲米小镇怎么坐车去澳南海滩 这个坐车的方法也是比较简单的 其实就是来到这个祖街上 那个地方就可以坐车 我今天会把这个全程给大家记录下来 你们以后从甲米小镇到澳南海滩 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坐车 价格是60泰族 非常便宜 行 现在我们出发 这里就是祖街道了 主街道 然后前面那个地方 其实就是肯德基的对面的这个主街上 你就可以看到坐那个双条车去加米海滩的 那个地方好像就有一辆双条车停在那里了 我看一下是不是双条车 是的话我就直接坐了啊 这边还有一个小咖啡馆 这个咖啡馆还不错 环境挺好的 哦 这好像就是双条车啊 问一下 我来什么叫阿囊 好像写的是阿囊 好像写的是阿囊 多阿囊 好吗 这个地方 OK 看到这有一个这个就是了 哇好多人了 这个地方就是坐双条车的地方去澳南海滩 从7点到18点是价格是60块钱 然后晚间好像也是60块钱吧 晚间把它扣掉了不知道多少钱 就坐这个双条车 好 现在我已经出发了 这个车子准备走了 哈哈哈哈 现在这个车子装了好多人呀 看看 呃 这后面就是坐车的地方 从这个地方可以坐车出去 OK 现在车子出发了 就坐这个双条车 这个车子比较小 但是一出来就已经坐上了 呃 票价是60块钱 60泰铢 呃 这个车子中途会随时停车 因为有很多乘客 呃 可能就会上车了 他这个车也是招手提停的 有乘客招手就会停车 我现在已经到澳南了 呃 大概行程是半个小时 但是这个车啊 它是绕了一圈 是从那边绕过来 然后最后回那个贾米波斯科米达的时候 经过这边4条主街 经过澳南的主街 所以呢 你定酒店呢 定到这个澳南主街这边来 是没问题的 因为它是整个行程最后一段 沿着这个主街中 所以如果你的酒店是在这个主街上 那你就可以随时那个按铃停车 很方便 我现在要找一下我住的那个 等一下我看一下 这里就是我住的青年旅社了 然后我就住在这个主街道上 然后从这里呢 到海滩 只要走个八九分钟就到了 非常近 现在呢 我准备出去买点东西 吃点东西 我感觉这里啊 明显要比那个贾米小镇更热闹 这里的游客更多 走在这里啊 明显感觉那个氛围就不一样了 相对这里来讲啊 贾米小镇就有一种那种比较死气沉沉的感觉 这里就明显热闹很多啊 而且走到不远处 这里就是一个车站 你到时候如果要坐车去那个 贾米Boscomino 就在这里坐 当然不在这边呢 在那边坐 你不要搞反了 千万不要搞反了 不要按照我们中国的那种思维 跟我们中国的那个方向是反的 他们是靠躲随时 所以千万不要搞反了 然后这后面是山了 好漂亮啊 我怎么有种感觉到了阳朔的那种感觉呢 现在我早吃的 哎呀 有点饿了 这就是双条车 你再等这种双条车 就可以到那个贾米小镇 或者到那个Boscomino 就可以换钱的地方 我看一下这个换钱的回币啊 36.88 不合适啊 50块钱以上36.88 我真的要吐槽一下泰国这边的那个换钱啊 他是50块钱50美金以下是一个价 50美金以上是一个价 最重要的是取钱不方便取钱的他的那个手续费太贵了 所以没办法就只能换钱了 到泰国来啊 不像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取钱是不需要手续费的 这边取钱还是手续费 你要手续费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这个手续费收的太贵了 感觉跟伊拉克差不多 伊拉克人家是经历过战争的国家 手续费收的那么贵 这个很正常 没有游客 但是你泰国这么多游客 你居然银行收手续费收的这么贵 而且泰国你在购物的时候啊 刷卡也是非常不方便 他要求超过200美金 200那个泰铢才可以刷卡 这个也是非常不那个的 就不能性化 别人就是让别人很不方便 就必须得用现金那种感觉 这是什么啊 学泰权啊 好像是泰权的耶 这里的车不怎么让人 所以你得注意啊 走路的时候你得小心 尤其是拐弯的时候 他们拐弯的时候特别快 这条路好漂亮啊 但这个店基本上都是针对游客的了 进去看一下 哇哦 多米码标价的 啊 这还有中文的挺好的 不过这个价格都挺贵的啊 就是100泰铢170 连芒果糯米饭都要100 这个真的还是蛮贵的 OK就没了 就这么点点了 算了再往前走吧 往前面走走看 前面那里就是大海了看到了吧 这里一路上就有很多这样的公交站牌 就是坐双条车 就在这个地方坐就可以了 但是呢 其实啊 你这个不一定要按照这个站牌 因为你招手去停的 他这里到好多地方啊 到呃 可拉比 这个应该是到嘉明小镇的意思 然后到那个呃 夜市的60桌 夜市的很贵啊 这个走20分钟就到了 不用不用做那个 开个开我这个可以150 这个还行 big c 这100 反正都有 这还到机场150 这个好像是这种车 你看到这种车 你看到这种车 不是双条车 这路边有很多爱这种票的 去一些岛 像这个 从澳南海滩出发到皮皮岛 然后9点30 15点30 这个样子的 那从澳南到普吉 他都有时间 然后你问他的价格 反正有很多office 你就可以补 你看到这都有的还是中文的 反正你就可以寻价吧 这有很多 你看这个也是啊 你看看这个也是 旅行信息都可以问 哇我到了海滩 你看看这海滩漂亮吧 哦 哦 闻到了海水那个新鲜的味道啊 哈哈 你看好多人就这样坐在这里 这个吹风好舒服呀 你什么都不用干 找一个有阴凉的地方 找个有阴凉的地方 铺一个那个浴巾 随便一躺都可以 你看看 真是很舒服 哦 这海风一吹呀 整个人就爽了 这边的脑袋真的好多呀 你看这边还有游泳的呢 这也有驾船出海 那周围呢 就有很多这种小岛 看到吗 这边有很多小岛 这海中的那些小岛呢 就是我们在一路上过来 都是看到很多旅行中间嘛 旅行社嘛 他们推荐的就是去这些小岛 这小岛有一些是非常有名的 像PP岛这样的 还有大PP岛 小PP岛 还有猴岛 反正有各种这样的岛 那时候你们只要感兴趣的都可以去 去之前你们在网上先做一下功课 了解一下这些岛 然后再去 这样会比较好 然后你多问几家 多问几家旅行社 你不用担心问的价格 不用他们的那个 不买他们的产品 真的没关系 你就问价就可以了 这个别人也不会说 因为好多人都这个样子 所以不用担心 你看看 这里环境多好 即使你不出海也没关系 你就随便找个地方在那坐着 你看好多人都这样 看看看看 好多人就这样随便找个地方坐着 真的很舒服 真的很舒服 不用说要特意去做点什么事情 什么都不用做 就找个地方窝着 这个也是很舒服的 这个好像不错 好 красив 对 漂亮 我用你这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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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4 19 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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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只要 哦,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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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 me check chop the tea let me collect tea,Ice tea 这个地方 这个是其他的地方,还不错 一个小的安心 这菜单 我点的是那个鸡腿加鸡脚的那个 小的是60大的是70 我点了一个份小的 看着好不好吃 还没咯 OK这个就是了 这个鸡腿 这好几个鸡脚 这个汤的味道真的很不错 这家店呢不是在海滩那边 是在海滩的转方向 因为海滩那边的价格真的很贵 然后到这边来了 这个价格就好很多 所以你们要找比较地道的店铺的话 往海滩的转方向找会好很多 因为这里也有很多当地人在这里吃饭 我觉得味道价格都挺好的 行 今天这期视频就给大家简单的拍到这里 然后明天呢 我会带大家去查一帮看一下 那我现在要回去休息了 行 今天这期视频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见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